超过四十岁以上大概要三天才会一次 超过六十岁的大概会到哪五天到一个礼拜一次 所以你淋巴循环越慢,它得病的激励就越高 所以为什么要去走路的原因 因为走路会让淋巴循环加速 跟走路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 就是静脉的部分要血流回来的速度加快 这样来讲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有病变的问题 那我们的体液也得以让它充分的一个手动 这个一般来讲高血压这些人 大概都会这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善 那血液里面就因为我们刚才讲是饮食的问题 饮食的问题如果我们大便不通 它很容易把毒素带到血液循环里面 这个时候你的器官哪里弱就会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做轻微肠静肝胆的活动里面 大部分就看它的脸就知道 它会排出到底是胆固醇为主的呢 还是三酸甘油脂为主 那有的人根本都不会排出来 因为我们做过有好多次好多人次以后呢 还有人只排出树变 一树变排出来整个脸黑的变成马上就亮起来 因为它树变在它体内已经 我上个月到宜兰去有一个来参加活动 他吃了很多的酵素以后呢 人家一包酵素就会排了两次 他吃了四包以后才开始排 那就代表它的肠道是非常非常的不通 人瘦瘦的也没有很胖喔 那就是不通 人家想你也没有上厕所 不用 那不用就握在那里 好像好像像胸脯啊 躺躺 坐在旁边都不敢讲话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血液里面 它就会产生 那轻胃肠静肝胆就是 因为你到的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血脂肪等等 到这里以后 刚才我们看到血液里面那些东西 它到这里会过滤 那过滤它的空间已经过滤满了 所以你把它排掉以后 它就有空间 你血液再循环回来 它再过滤 所以轻胃肠静肝胆 做三到六次以后呢 血液会自然的清澈 除非你不吃饭 你就不会恶化 是你只要有吃饭 都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为什么 轻胃肠静肝胆它是身体前面 我没有告诉你可以治什么病 但是它就是把血液把它弄清澈一点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治病 而且很多的癌病 慢性病自动就好 那我有一个朋友 很好的朋友 亦师亦友的朋友 也就是说 我在学习过程当中 都是他提供很多资料给我看 因为这个朋友他只要上台就嘴塞了 就不会讲半句话 那常常上台就这样 站在那里这样的十分钟 一句话讲不出来 所以他最后一个方法 资料提供我 我替他讲 那最后就亦师亦友 那不小心得了糖尿病 我看他突然间爆瘦了二十公斤 那我说 诶你可能糖尿病 他说不可能啊 我吃素 吃了四十几年了 我怎么可能和糖尿病 去检查果不其然就是糖尿病 他说怎么办 医生拿了这么多药给我 我说你要吃药还是不想吃药 他说当然不想吃药 我说好啊 很简单 大便通一通 生活习惯改变一下 吃药不用吃 你不要害我 我这样会没命的 不会啦 你就听听看 结果到现在他都不用吃药 两年了 糖尿病也没有再发受过 那指数高不高还是很高 但是身体都不会有异样 可是代表他过去累积在那里的堵塞 还存在 还没有完全清楚 那 这个问题就是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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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